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月月 妈妈不是想要说 安然什么不好听的话 我只是想给你一些客观的提醒 你们俩年龄方面的差距 导致的问题 远不止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 晚安 晚安 阿姨 安然回来了 我买了一些草莓可新鲜了 都是没撒过农药的 谢谢阿姨 你们年轻人还是不要太晚睡觉啊 妈 颜月 确实是今天有点太晚了 你们早点休息 那我就先回去了 谢谢阿姨的草莓 客气 回去了啊 好 月月 在忙工作呢 妈 你又想干什么 月月 妈妈不是想要来反对你们在一起的 我也找安然聊过了 你去找安然聊过了 你们聊什么了 她大你六岁 你怎么看 你去找她 就是为了聊这个 她已经工作很多年了 你才刚步入社会不久 她经历了什么 你根本没办法体会吧 也许你们现在的相处是融洽的 是开心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以后啊 比如 她工作上遇到了什么问题 你能站在她的角度上 去体谅她 理解她吗 又或者 你想在事业上多奋斗几年 你才能等得起吗 她已经三十一岁了 再过几年就过了最佳生育年龄了 妈 你太不尊重安然了 我跟她是认真谈恋爱的 月月 妈妈不是想要说 安然什么不好听的话 我只是想给你一些客观的提醒 你们俩年龄方面的差距导致的问题 远不止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 就算妈妈不说 你们自己 是不是也应该认真地想一想啊 我无法尽快 我只是想要想再说 我会发生了 我还没想到 你都不禁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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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